当林景洪看到黄庭两个字后 顿时脑袋中闪过一张青春靓丽的脸 暗自苦笑不已 这个结果就算自己猜到老 也未必能够猜得到 这下可好了 三大家族 黄家和唐家都来加州了 就只差郑家了 加州是热闹了 比只川省还要热闹 这个黄庭的到来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林景洪暗道 应该不至于太坏吧 至少也是自己认识的人 而且能力也不错 倒不至于靠向高宝伟和唐家 再说爷爷都已经放他过来了 就说明问题不大 不然别说让自己发展经济了 就是能不能在加州活下去 都是一个问题 回到办公室没多久 常务副市长蔡志宏和副市长赵明波 两个人前来汇报 墓园一行的经历 他们两人在墓园县 各待了一天的时间 直到今天上午才回到市里 林景洪示意两个人坐下说话 笑道 志宏同志 明波同志 怎么样啊 这趟去墓园县的收获还可以吧 接过赵明相递过来的白开水 抿了一口 两个人各自点了一下头 蔡志宏微微有些凝重的道 林市长 墓园县发展规划 存在一些问题啊 林景洪跟蔡志宏和赵明波聊完之后 已经将近下午三点 将蔡志宏和赵明波的所讲消息 整理了一下 整个下午也就差不多这样过去了 墓园县经济发展规划 存在的问题不是别的 而是墓园县有些常委太过保守 就算是蔡志宏在加州市做过讲话 比较透彻地讲了市政府的意见 可是这些人还是无动于衷 由此可见 不是他们认识存在问题 而是这些人另别有用心 据蔡志宏的介绍 有可能是市委的影响 在一般的情况下 这样的发展规划基本上是大事 如果没有市委的点头 很难想象会可能得到市委常委会议的通过 墓园县的某些常委 好像看到了林锦宏跟高包委之间的斗争 现在高包委还站着上风 他们不敢随意做出决定 一旦决定错误了 就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这显然不是他们所愿意看到的 虽然林锦宏接收了高系和陈家的人员 但也只能说是大部分而不是完全 有这种想法存在是绝对正常不过的 一般人一旦进入官场 首先要选择的就是站队问题 站错了队 轻则前途渺茫 重则还有可能万劫不复啊 这就是官场的斗争 墓园县经济发展规划受阻 正是这种斗争的体现 同时也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市委已经插手墓园县 高包委显然不想让林锦宏 完全控制着墓园县 才会迫不及待的出手 林锦宏暗自叹息 同时也下了决心 无论如何 也要亲自下一趟墓园县 给这些人上上课 另外也得让高包委清醒一下 墓园县谁也别想插手 至于赵明波去调查大型漏天煤厂 出现不明东西 以及煤区过来的挖煤人的问题 倒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些煤区来的 倒也没有什么大背景的人物 基本上是过来打前站 顺便是看看有没有什么便宜可占 如果有什么便宜可占 就立马出手 绝不含糊 他们看过大型漏天煤厂之后 基本上死心 他们知道以他们马前足的身份 基本上不大可能从这里占到什么便宜 这个大型漏天煤厂 没有大势力和大资金 根本就别想拿下来 以他们的身家 说出来都被人笑话 煤区来的不一定个个都是亿万富翁 就算是亿万富翁 没有相应的背景 也只能算是爆发户 别人照样不尿你 爆发户在这里显然上不了台面 不过这些煤区来的挖煤人 听说加州市正在搞煤矿联合经营一事 他们都发生了一些兴趣 有些人回去了 有些人则将这个消息传回去 自己留了下来 总之都是冲着加州市的煤炭资源 而来去匆匆 另外一件事情 沐原县县委书记杨景盘 直到后便开始着手调查 赵明波在沐原县待了一天 对这件事情还是比较上心的 这可以公然跟市政府作对呢 是可忍孰不可忍 经过调查结果出来了 是外地的投资商搞的鬼 至于怎么处理 一时间还不好做出决定 林锦宏将这些事情甩在脑后 不再去想他 反正自己也准备去沐原县了 到时候再去解决也不迟 三点半 林锦宏要去市局检查这两天的 联合检查工作结果 到了加州市公安局 市局市司法局市工商局市城管办等各部门 都已经到齐 这次是联合检查工作 涉及到的部门有七八个 虽然说最终目的是为了打击三虎帮 但给人看着却是堂堂正正的检查工作 会议是在市局的大型会议室召开的 参与会议的不但有林锦宏 还有市政法委石成恩 以及涉及到各部门的一把手 主持会议的是市公安局局长梁贵 毕竟是市公安局发起的嘛 会议由梁贵宣布开始 讲了几句开场白 然后将话语权交给林锦宏 下面顿时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 林锦宏微微咳嗽了一声 下面顿时又静了下来 一时间鸦雀无声 反正对这些林锦宏已经了然于胸 鼓掌热烈并不代表着就拥戴你 林锦宏发言之后 石成恩也讲了几句 然后才是各个部门的一二把手 进行汇报结果 赵丽氏报喜不报忧 当然有一个部门例外 那就是市公安局 梁贵知道林锦宏的脾气 知道这位新任市长 不太讲究官场上的这些规矩 市局汇报的大部分是存在的问题 反倒是成绩方面只是一笔带过 下面的众人听了之后顿时大感惊愕 他们也不知道梁贵这演的到底是哪一出 不过很快的他们就明白了 因为他们发现林市长竟然没有怎么皱眉 而且听得很认真 直到这时他们才恍然大悟 可惜悟得显然有些迟了 因为他们之前都已经汇报过了 市公安局是最后一个汇报的 梁贵的特例独行是招人嫉妒的 几人看下梁贵的眼神有些怨恨 显然是怪梁贵事先没有提醒他们 不过这也怪不得梁贵 谁让他们之前对林市长好像一直不怎么放在眼里呢 也没有投靠林市长的意思 梁贵根本用不着这么好心的提醒他们 这些人如果知道梁贵的想法的话 肯定会大声喊冤 不是他们不想投向林市长 而是他们在观察呀 这叫观察期 现在不是做出决定了吗 他们原本是想借着这次机会 向林市长表明心计的 只是突然发现 他们根本不怎么了解这个年轻的林市长 因为林市长好像跟其他官员不怎么一样 在场的这些人中 其实原先也不是高包伟的人 而是游离于高包伟和好漂亮等人之间的 属于墙头草派 也是林锦红需要争取的对象 他们虽然在之前不怎么看好林锦红 但是随着林锦红的越来越强势 他们最终下定决心靠向林锦红 因此林锦红在签订培训班人员 也没有将他们都弄进去 他签订的都是那些顽固分子 这叫杀鸡给猴看 果然等今天的培训班成员名单一出来之后 这些人个个都动容了 全都想着趁着这次机会 赶紧抱林锦红的大腿 林锦红杀鸡给猴看无疑是成功的 特别是对付墙头草之类的更是有效 林锦红也没有准备重用这些人 到时候在加州站稳脚跟 逐渐培养出自己的人员 再将他们踢开身边就行 会议最后由林锦红进行总结发言 他在讲话中肯定地指出了 这次联合检查是成功的 取得的成效也是巨大的 虽然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总体来说却狭不掩喻 随着这次联合检查的进行 对各部门各行业敲响了警钟 要借着这次机会进行认真总结 到了最后会议的气氛相当热烈了 掌声不断 也不知道这些使劲鼓掌的家伙 是不是想借此来掩饰 刚才汇报工作存在的问题 会议结束之后 施承恩离开 林锦红却继续留在市公安局 与其他部门一二八手进行交流 他自然明白这些人是什么想法 经过这一番交流 林锦红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对市政府的控制 高包委就算想要在市政府这边搞事 也要先掂量一下后果了 次日一大早 林锦红来到办公室 见到了郭连江 郭连江是来找他谈心的 去中纪委宣教基地培训的事情 已经定下来了 他也已经知道了消息 一知道这个消息 他昨晚一个晚上都睡不着觉 满脑子都是前途 他知道消息后就猜测到 应该是林锦红在身后 扶了自己一把 他实在没有想到 这次自己竟然能因祸得福 不但没有丢官罢职 还获得了中纪委培训的机会 这样的培训机会意味着什么 郭连江还不知道的话 那就是猪脑子了 郭连江见林锦红后 便是表明心计 今后跟着林锦红 林锦红倒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先去中纪委那边待着 出来再说 好好地抓住这次机会 郭连江见林锦红没有立即答应 稍稍思索了一下便知道 林锦红还要考验自己一番 他暗自下定决心 这次无论如何也要抓住机会 这样的机会并不多见 可以说百年难得一遇啊 他想到这儿 不由自主地笑了一下 突然想起来 还有些事情没有汇报便道 林市长 林江在加州市纪委呆了这么多年 多少也有几个人跟着他 现在要离开加州了 这些人就麻烦林市长您了 他说完 从怀里掏出一张名单 交给了林锦红 又接下去说了几句 我也都吩咐过他们了 他们应该会听林市长的 林锦红暗自点头 嗯 那好 我会找个机会见见他们的 对了 你在离开之前 去见见市委副书记 郑茂森同志吧 说完挥了一下手 示意如果没有别的事情 郭连江可以离开了 郭连江不知道林锦红 为什么要让自己去见郑茂森 但是也没有多问 嗯 好的 林市长 郭连江退出了市长办公室后 按照林锦红的吩咐 马上去了一趟市委副书记 郑茂森的办公室 郭连江去中纪委宣教基地 培训的消息已经传开 郑茂森也已经知晓 郑茂森看得郭连江 略略有些奇怪 同时也暗自佩服林锦红的手段 连江同志还没恭喜你呢 多谢郑书记 郑书记是林市长 让我来聆听您的指示的 郭连江客套了一句 便直奔主题的道 郑茂森再次吃了一惊 林锦红让他来的 难道是为了市纪委的事情 其实郭连江在来之前 也不大明白林锦红 让自己来见郑茂森的目的 不过这会儿算是明白了 因为郑茂森跟他谈起了 市纪委的那档子事 显然林锦红是想卖个面子 给郑茂森 不过这样一来 无论是对自己 还是对林锦红来说 都是有利的 郭连江思考了一阵 将平时不算是嫡系的人员名单 当场拟出了一份 交给郑茂森 并且伙同郑茂森 去市纪委那边逛了一圈 介绍了一下那些人 这个人情就顺顺当当地送了出去 郭连江给林锦红的那些人员名单 虽然人数少 只有五个 但都是郭连江的嫡系 而且还有一个是市纪委副书记 以及几个重要科室的负责人 这些人以前都是跟着郭连江晃荡的 现在他们听说郭连江 在被省纪委调查的情况下 还受了党内处分 最终却去了中纪委宣教基地培训 这简直就是因祸得福 郭连江也说了 之所以能保住前途 那完全是因为林锦红的关系 而不是别的 要那五个人好好跟着林锦红 这个前途远大背景深厚的年轻市场 那五个人哪会怀疑呀 因此五个人的忠诚度是相当高的 而给郑茂森的人员名单剩在人多 这些人都是比较听郭连江话的 而且没有复杂背景 是比较容易收服的人员 因此郑茂森抓住这些人 还是大有可为的 之前郑茂森也曾想过 要怎么样才能从纪委部门捞一把 而跟林锦红商量也没有什么结果 没想到今天突然得到了这么大的好处 哪能不让他兴奋呢 尽管是郭连江给的人员名单 但郑茂森感激着对象 却不是他而是林锦红 谁让郭连江一开始 就说是林市长让他来的呢 郑茂森一脸热情地 将郭连江送出了自己的办公室 然后开始准备去见名单上的人员 进行控制市纪委部门 虽然他知道单凭名单上的人员 想要控制市纪委部门是异想天开 但他也要试试不试 再说新任纪委书记还要再过几天才能下来 他倒是有这个时间和耐心 郭连江出来之后给林锦红打了个电话 向他汇报刚才发生的事情经过 林锦红文言倒是没多说什么 只是让郭连江保重 然后挂了电话 郭连江去见林锦红和郑茂森的情况 很快就被高宝伟知道了 高宝伟豁然一惊 林锦红和郑茂森想借着郭连江这个前任纪委书记之手 在纪委这边搞风搞雨 如果真让他们得逞了 控制了市纪委这边 不等新书记上任自己就输了一筹 不行绝对不能让他们得逞 高宝伟腾的站了起来 准备前往市纪委 不过正好这个时候 电话响起高宝伟接下了接听见 喂小燕什么事啊 高书记省委政法委朱书记打电话来 小燕轻声道 高宝伟愣了愣 老领导竟然不打手机而打了办公室的电话 这算什么意思啊 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呢 电话那头又传来了小燕提醒的声音 高宝伟一听一哆嗦 慌不迭着道 快快快把电话接进来吧 很快的电话接通了 高宝伟喊了一声老领导后 老领导有什么指示吗 市纪委书记一职 上面已经有结果了 唐家的人 你看着办吧 朱霄月的声音响起 不过高宝伟被这个消息唬的一阵 唐家 老领导说的这么凝重 那只有一个唐家了 政界的三大家族之一的唐家 高宝伟不知道唐家 为什么对加州发生兴趣 唐家的到来 对自己到底是好还是坏 不必说 唐家的强势进入加州市 对自己跟林景洪之间的关系 肯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这滩水将越来越浑浊 自己也越来越覆手覆脚了 先是有个林景洪 再有唐家 也不知道下次会有个什么政界大鳄来加州 难道加州这有千年人参果不成 不然他们哭着喊着来加州 可没法解释啊 高宝伟很为自己难得的一次幽默 而自豪不已 我来一步 去吧 谢谢你 得点赞 我来个人 这是 一分什么 我来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